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邪带来的现实报超出你的想象 一起来听 实色性也出自孟子告子上 告子称实色性也 人内也非外也 意外也非内也 可见这仅仅是孟子与告子辩论 实色性也这句话只是告子的论点 并非孟子的观点 现代人对实色 对追求有的已经几乎成瘾 但也造成很多混乱的社会现象 到了今天无人有解决的方法 太重视吃 造成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及资源浪费 太重视色 造成了无数好色贪官 很多曾经的青春美女最后也被逼凉为娼 佛在《冷言经》上告诉我们 银心不断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有很多修行人不能成就道业 最后跺阿比地狱 什么原因 就因为邪淫这个原因 万恶淫为首 人一旦有了淫念之心 见到女色无法自持 就会做出有备道德良知之事 淫念一出 其他恶念如影随形 为了满足内心欲望 如无法得到 就会心生邪念 嗔恨心 贪恋心等 从此生出众多恶业 消失众多善心 日后便会道德败坏 自取祸殃 所以银邪也是非常折损福报之事 要早早戒掉才是 而古代不乏很多帝王 将相和名人 在美色面前却能截身自好 拒绝色友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呢 他们为什么要拒绝色友呢 拒绝色友后 他们给自己带来什么福报呢 宋人宗赵珍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 他在位42年 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 他生性公检人数 建官王肃曾劝戒仁宗不要亲近女色 仁宗回答说 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 正在宫中 我很忠意 你就让我留下她吧 王肃说 臣今日敬见 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获 仁宗听了 虽面有男色 但还是命太监说 王德用送来的女子 每人各赠钱三百贯 马上送她们离宫 办好后就来报告 讲完她还泪水连连 王肃说 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 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 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 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 赵珍说 朕虽为帝王 但是也可平民一样重感情 将他们留久了 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 赞曰 仁者仁也 仁义有道 仁者仁也 仁苦仁劳 仁宗仁欲 上行下效 太平盛世 以仁为号 宋朝家幼年间 黄敬国在宜州担任判官 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 民官说 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 说吧 就取部给黄敬国看 原来是医生聂从智某年某月在华庭某家看病 病人之妻 向聂从智求欢 聂从智极力拒绝 民官又把黄敬国带到河边 见玉丽搓一腹人 持刀剖其腹 着其肠而敌之 旁边有一位僧人说 此人是同官某之妻 想要色诱医者聂从智通 聂从智愧然不动 见色而不动心 可谓善事 其人受止于六十 积此应得 严授一计 事事赐子孙一人官 妇人减去多少兽 就给聂从智增加了多少兽 所以当敌他的肠胃除其隐也 黄敬国还阳后 讲给聂从智听 聂从智说 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 不料已记载到阴册 后来从智果然长寿 子孙两代都金榜提名 登科考中进士 世间的事 已被天地神灵地府 民官记录在案 古人云 无为大道 无知人情 无为咬名 神见人行 心言一语 鬼闻人生 犯尽满盈 地收人魂 二 恶报总是跟随在 淫邪之后 知道吗 恶报总是跟随在 淫邪之后 人在世间 一言一行 是与规范与约束的 没有了规范与约束的行为 就是违背道德 乱伦胡来 特别是男女之间 也是有严格的约束的 我记得小时候 男女同学见面会脸红 不好意思 更不会有非分之想 倘若有点非分之念 也不敢表露出来 怕被人笑话指责 因为那不是君子之行 但是 现代社会的道德 急速下滑与败坏 很多人已经不认为 男女之间 有规范与约束是好事 反而把包养情人 当二奶 一夜情等 当作身份与能力的 象征与体现 神佛与善恶有报 都是存在的 不相信 并不代表没有 犯了男女关系错误 要遭报应的 甚至是没有实质性的错误 只是动了 邪淫一念都会产生报应 来看几粒传统文化故事吧 怀邪念 物观图 明朝正德年间 有位读书人 名叫赵永珍 他在少年的时候 曾经遇到一位艺人 告诉他说 你二十三岁的时候 必定会考中功名 等到他二十三岁那年参加乡试 却连连失误 因此没有考中 赵永珍感到非常难过 就向文昌帝君祈求 希望解开不能高中的原因 文昌帝君果真在梦中 告诉他不中的原因 文昌帝君说 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 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 引诱邻居的女儿 虽然都没有成奸 然而你的起心颠倒 意淫缠绵不断 心地日益地转岸 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 因此而被消除了 永珍听了帝君的解说 痛哭流涕 发誓并决心改过 大做善事 于是就刻意借淫的善书 以警醒示人 结果在下次的相识中 永珍果然考中了谢元 做官做到了攀县 古籍中的记载何止如此 说说那些写书的文人吧 有些文人因为写了淫秽的书 也遭受了报应 《水浒传》的作者 施奈安 在书中写了许多 助长、邪淫、偷盗和杀生的情节 极尽地会盗、会淫 结果施奈安的儿子、孙子、曾孙 生下来全都是哑巴 《西乡记》的作者 王石甫 上于描写男女偷情私会的情形 导致许多人看了《西乡记》 就起了邪思一念 结果书还没有写完 王石甫自己就已经无法克制 嚼舌而死了 唐朝的诗人袁枕 见到表妹崔英颖长得美若天仙 就想娶她为妻 却遭到拒绝 袁枕竟然因为愤怒而写了 惠真记这本书 虚构她表妹和人偷情 毁谤崔英颖的名节 致使崔英颖蒙构千秋 而且又导致了后世的读者 学习偷情私会 结果圆枕死的时候痛苦万分 而且死了之后 她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 从那么多传统文化故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邪淫之念 知行报应的可怕 中国古话说 万恶淫为首 色字头上一把刀 有些人在淫邪念头的驱使下 干出了许多坏事 当然就得遭受惨烈的报应 相反的 要想培养良善 就要多接触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 接受正统的人的观念 教育和熏陶 受益匪浅的 将不只是个人家庭 更大的范围 还会扩及到社会 那样一定会 社会道德回升 一片祥和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的